老外疑惑,中国有种族歧视吗? 中国有种族歧视吗? 作为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中国这边是怎么做的呢? 这几个民族中间会不会有什么区别,不一样的或者歧视的地方呢? 还有和其他的国家来对比的话,有哪一些区别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开始之前,当然先来问一下我的朋友们。 你们生活在中国这边,有没有见过种族歧视,或者不同的民族中间的区别,或者不公平,不好的对待呢? 有可能你们自己都是少数民族。 你们在中国这边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呢? 请你们和大家在评论里面分享一下。 接下来,Maki就相分享一下我生活在中国这边这么多年了所见到的事情。 很喜欢有 Frye, Maki,我是在地归小口子!Maki! 哇 再漂亮的四川程度 哇 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分享 今天上午我已经完成了今天的运动和健身任务 所以也已经出了很多汗了 但是今天程度这边还比较凉快 31度 然后现在出来坐一圈 一会儿回去吃饭 然后又要继续mallow 妈妈 我们来说一下 种族气势这个事情 其实别人听到种族气势的时候 他觉得 Oh my god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但是它具体是什么呢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 不管是个国家 或者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公司 或者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因为你的民族 你的长相 你的传统生活习惯 你的思想等等 不一样收到了一个不公平的对待 那你这个就算被种族气势了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Maki在中国这边6年多的时间 有没有受到过这种情况呢 其实好像没有 在这边这么久了 当然 外国人在中国这边 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地位 我们有一些地方肯定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在中国这边没有犀牛 没有中国的身份证等等 这些在平时的生活中 还是会导致一些麻烦的情况 但是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中国这边的一些资源 对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 而且这个平时生活中的影响也没有特别大 而且长期在中国这边居住的 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人 他们也可以拿到一个永久居留证 也相当于可以享受和中国人差不多一样的一些政策 但是Maki在中国这边这么久了 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一个不一样的 或者不公平的一个对待 反而我觉得外国人在中国这边可以过得特别好 因为大家都很好气 大家都想和我们交朋友 都想交流 都想帮助我们学习中文等等 感觉特别好 特别热情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虽然说按比例来算 中国这边外国人长得并不多 但是中国是全世界上 普通的民族最多的一个国家之一 那么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一个国家 不可能有种族其实 我告诉你们 因为如果有的话 那这边的社会 这边的安全就麻烦了 大家必须学会共同生活 共同分享和其他的民族 和其他的长得不太一样的 或者生活习惯不一样的人 一起相处 一起生活 不然这个太麻烦了 我们拿成都来当一个地方 成都人是一个特别热情 特别欢迎全国各地的人 Maki在成都这边就6年多的时间 见过中国这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人 这边东北人多 南方人 广东人也不熟 然后还见过很多不一样的民族的人 见过湛族人 见过威吾尔族的人 见过云南 很多各种各样的苗族啊 异族啊 很多这种不同的种族的人 再说了 如果去这些民族的地方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 那就是他们的那些公共场所 他们的那些路 他们的那些公司 商店 各种各样的招牌上面 不仅有中文一个语言 他们上面还有自己当地的语言 的一个招牌和翻译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在四川甘子州又见过 在内蒙古也见过 在云南溢江也见过 在云南西川班达也见过 你们还记得吗 前段时间不是去了云南吗 也给你们拍下来了 也给你们分享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 也是一个表达一个遵守 港底的一个文化和习惯的事情 甚至上次去散亚的时候 我还发现他们那边有中文 有英文还有俄罗斯语的招牌 这个是真的让我感觉太国际了 太厉害了 在我的看法中 中国这边不算有种族歧视 反而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习惯 这么多不一样的民族 中国这边还管理的 还做得挺好的我觉得 保持对其他的文化的尊重和空间 同时还保证全国所有的人和民族的安全 还是挺棒的 反而我觉得还很值得看一下 美国那边种族歧视的一个情况 虽然说现在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社会上面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为什么我们在国际的新闻当中 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样的冲突 这样的事情呢? 但是我的朋友们美国那边的情况 我们下次如果你们想的话 再详细说一下 现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又要结束了 阿凯要去慈飞了 但是首先呢我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中国这边 针对中族歧视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呢? 你们觉得中国有没有呢? 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 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可以还有点意思的话 那就帮Maki点个赞 关注一下我的账号 哇 现在要说再见了 朋友们 咱们在下一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